大家好,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我是徐超 今天的话题是英国大选后英镑大跌2.5% 法国大选后,投资者将注意力转向英国大选 但选举结果令市场目瞪口呆 让机家开整的退欧谈判谋伤阴影 英镑对美元升跌2.5% 为4月18日宣布提前大选市水平 创七抽新低和去年10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正式投票结果显示 英国保守党得到318个席位,失去13席 工党获得261个席位,增加29个 本次大选,虽然保守党人是英国最大党派 但同时13个席位 而且无政党达到占多数所需要的326个席位 这意味着英国将迎来历史上第五次悬浮议会 组成联合政府 如果保守党阻隔时间过长 或者新政府因行政能力不强 再次出发年内大选 都将利空英镑 投票统计公布后 工党发言人讲话称 工党不会组建联合政府 将推斗工党成为少数派 继续当最大反对党 根据BBC 现任首相May无意辞职 随后 May到访白金汉宫 请求伊丽莎败女王授权组建政府 经节结束后 May宣布 脱欧谈判人家案原定计划在6月19日开启 May所在的保守党 计划在北爱兰民主联盟党支持下执政 虽然北爱兰民主联盟党也赞成脱欧 但主张软脱欧 这与May一直坚持的立场恰好相反 May之前主张硬脱欧 希望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联盟 然而 议会选举失去多数席位后 他很可能要屈服于软脱欧方案 压力不仅来自于工党和北爱兰民主联盟党 也来自于保守党内部 一方面 英国保守党非但没能在大选中 获得早前预期的压倒性胜利 而且没有赢得多数席位 同时 党内一切分歧愈加明显 反对应脱欧声音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 欧盟不断敦促英国按照计划 尽快展开脱欧谈判 要求必须在2019年3月 这一脱欧谈判截止期限之前 签署退欧协议 否则会面临无序推出局面 按照里斯本第50条规定 英国如果想让谈判延期或者暂停 必须得到欧盟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但从最近欧盟高官的表态来看 这一情景不太可能实现 由于没有在国内的控制力减弱 因此 他留任了多久 以及能否达成协议 都存在不确定性 即使退欧谈判如期开始 欧盟对谈判会有多大意义 能否尽快达成协议 都持怀疑态度 此前 保守党自英国首相 4月中旬宣布提前大选后 民调数据一直遥遥领先 原本有望在大选中 以绝对优势胜出 但是 受到马基斯的体育场爆炸案 核美计划让老年人 支付更高社保费用的影响 支持率开始戏剧性下滑 进入5月 原本大幅领先的保守党优势 突然缩减一半 就在大选前夕 根据Sovation的调查 保守党相对工党的领先 已经缩小至1% 本次大选 导致英国政治风险升温 因为悬浮议会 通常未令执政党的 立法过程非常艰难 理论上来看 下议院所有其他党派 都有可能结盟来 驳回政府提出的议案 目前 市场担心大选结果 对英国脱欧局势 所带来的影响 但如果英国新政府 改变英王硬脱欧态度 转向软偷 则利多英镑长期走势 短期内 需要关注英国新政府 能否顺利阻隔 好 接下来我们从技术面 分析下英镑美元的走势 4月18日 MAY宣布提前大选 英镑美元开始震荡上行 一度向上突破 6个月盘整区域 和23.60%回车率 形成上升通道 英国大选前夕 汇率一直震荡下跌 大选当日 跌破上升通道 目前短期均线呈空头排列 周线MCD红柱变小 短期走势震荡偏空 如果英国新政府 阻隔不顺利 或者再次处罚 年内大选 英镑美元将会向下突破 23.60%回车率 和200日均线 并且测试1.24关口 但是 如若新政府在短期内 顺利阻隔 同时更倾向于软偷 汇率将试探 38.20%回车率 重新回到上升通道之中 好 感谢收看杜高斯杯电视 我是许超 我们下期再见 观看 观看 ativos